这个范围里面,假设我需要知道几个讯息 第一个,这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 这个范围里面,几个数字 另外的话,第二个问题也许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不管是不是数字 或者是,只要是里面有数字啦 只要有资料的话,有几个 有几个是空白的 另外的话,有几个数字好了 数字是大于10的 诸如此类的相关的问题 其实你都可以利用 这边有个叫插入函数 你可以从统计类里面的 C开头 C开头,里面的话就会有答案 其实刚刚讲的那四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Count 计算范围里面 它的包含数字 前提是数字 这除成个数目 它会告诉你,帮你算完 Count A的话呢 是不管是不是那个数字啦 反正里面有资料的就是Count A 它会帮你算 Count Blank刚好就是什么 里面是空的 Count If就是条件 它跟那个Sum If还蛮像的 差别是Sum If是把那个数量加总 那Count If是计算有几个 它是算比数的 Sum If是加总的 两者差别在这里 那怎么做我们来看 如果要算数字的话 你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当然它这个也支援多范围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很多的范围 按确定 返环就是53 意思说这个范围里面 只要有资料的有几个 59个 多总共6个 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 代定啦 True啦 True这些 True Force就是Booling 然后这个就数字 那另外的话有几个空白的 那你一样可以统计里面的话 是Count Blank Blank里面的话 其实就计算什么 里面是空的 顾名思义 7个 所以总total的话 有66个 这两个加起来 那有几个是大于10的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Count If 那这个Count If 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 跟Some If还蛮像的 只差别 最下面有个Some Range 它不是Some Range 它是什么 它是大于10好了 OK 假如这样子 32个 OK 那这范围里面是数字 而且是大于10的 有32个 那所以呢 为什么要先了解 这几个函数 因为呢 后面我们有两题 其实都会用到它 那第一题的话 请各位 在那个范例档里面 找到数学函数里面的黑名单筛选 那黑名单筛选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有一位同学 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 就是去 这个黑名单里面 黑名单总共有多少个 其实他好像至少几十万个 不过他这边只给我部分到两万多个而已 然后呢前面是查询名单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一个一没有信箱 是不是黑名单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告诉我 有没有查询 那里面总共要查多少个 其实我这边是到一千 其实里面还有 他每天呢就是要不断的去黑名单里面 查出来 是不是黑名单 是的话呢 那就记录下来 不是的话呢 那就不用记录了 他主要是抓黑名单 那你想说这个黑名单要怎么比对呢 当然这个以前的做法 他是说他把这个怎么样 Ctrl C 然后怎么样 到这边黑名单 Ctrl F Ctrl F是什么呢 就寻找 有没有 寻找全部 找到了 表示是黑名单 然后他就把这个黑名单呢 给留下来 Ctrl C 结果复制到这边 OK 所以你会发现 他做这件事情 大概做到下半 还做不完 所以他想说 老师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 而且非常简单 如果你会用康义服 大概 不到一分钟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做一次给各位看 1 查什么 查黑名单 所以在这边 B缆 B2的地方 插入刚刚用过的 康义服 Range 指的要查什么 查黑名单里面 所以你把游标 停在 A2上面 那因为我要选底下全部 建议哦 不要像以前同学 这样一直往下拉 因为往下拉会怎么样 拉到底 那你有可能会 过头 过头之后要拉回来 对不对 所以不对哦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游标放A2 对不对 记得一个组合键 叫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意思是怎么样 帮我把底下的所有范围全部选起来 有没有发现 全部选好了 而且不会超过 记得哦 Ctrl Shift 向下 选A2就可以了 那 Criteria 是找什么 找这个1没有信箱 如果找到表示1 找不到是0 对不对 按确定 好 向下填满 全部找完了 1的留下来 0的去掉 怎么做 游标再放B1 利用资料里面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叫筛选 筛选什么呢 只要是1的留下来 表示是黑名单 按确定 全部找出来了 再把游标放在A2上 Ctrl Shift 向下 Ctrl 向下跟刚刚一样 就是把底下全选 Ctrl C 意思是什么 复制嘛 移到查询结果 Ctrl V 贴上 工作 就完成了 顶多就是你要再把 查询名单的筛选取消掉 把B欄删除 那你的查询结果 就 做出来了 OK 这应该 够简单吧 那 其实意思啦 反正你将来只要两个范围 资料的比对 通通都可以利用什么 Conif 加筛选 就做完了 多简单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 我的 我的叙述吧 而且甚至你 当然这个地方 除非非常复杂 不乱的话呢 根本也不需要用到VBA 这里也不用用VBA OK 应该之后我再做1 先把游标放什么 放在B2上面 做 插入那个Conif 的叙述 Range的话是黑名单 把游标先移到A2 特别重要 这个动作可能同学 比较不熟 Ctrl 需要向下 全选的 然后Criteria就是放这边 如果是1的话 帮我 就帮我全部查 查完之后 再利用什么 筛选 把1的部分 留下来 再把这个1的部分 的资料 复制 贴到查询 结果 大功告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你会发现 两个资料的范围比对 用Conif 非常的快速 而且简单 以后只要你有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到底在另外一个资料有没有出现的话 其实呢 通通都可以利用Conif来做 而且Conif很多地方都还蛮好用的 不只是在这里 像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叫乐透彩 所以如果你有买那个 你有在 偶尔会买一些那种 号码的威力彩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利用Conif来做统计 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是最高 或者是哪一个号码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的几率最高 那你可以针对这些号码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去 反正算一下 这也不保证 但至少相对的几率可能会高一些些也说不一定 那要怎么做 下个礼拜可能会讲一下Conif的应用 在统计上面 尤其像统计那个乐透财 或者威力财 大乐透之类的 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会延伸讲一下 网路上如果有大量的开放资料 那这些历史资料都在网路上 如果我希望一键 把网路上所有的资料怎么样 通通都抓到Excel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不过难度会有一点点 但是不会很困难 他可以按下去 所有网路上 总共大概几万笔的资料 迅速一下在Excel里面 你就会看到 那你有资料之后 后面就是再来做统计 分析 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可以去做后续的应用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大数据分析主要解决是什么 就是你要决策 决定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一个决定决策 往个方向走 那如果说你能够快速的得到一个结果的话 你的决策我想应该相对的 比较不容易出错 那相对的 你的 这个 可能我觉得也至少会 比较 做决定之后 也比较不容易 有什么 比较错误的 那个结果 OK 那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黑名单筛选 部分先试做看看 那再来下个礼拜 我们会再来看那个热透财 那个就是有关大热透 热透财 威力财等等的 只要你这些方面的 我们都可以利用 像那个Count 这个if Count相关的函数 做统计 会补充就是 如何从网路上面 直接快速的把那个 网路上的资料 把它直接下载下来